试着图解满足下列不等式的图形 x大于等于0 y大于等于负2 2x加y减4小于等于0 好 第一个部分 x大于等于0呢 就是我们的y轴 好 所以呢 我们利用y轴 然后呢还要画出它的范围 好 那x大于0呢 就是我们这个粉红色的范围 就是往右边这个地方 再来第二条 y大于等于负2 所以我们画出直线 y等于负2 好 那因为我们的不等式呢 有等号 所以我们这个直线的部分 可以画实线 好 那这边要大于负2 所以我们可以呢 把它画出 它的方向呢 就是往上的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用浅蓝色的地方 把它标出来 再来第三个部分 2x加y减4要小于等于0 好 那我们我呢 用等于0 求出这个直线 好 画出两个点之后 把它连起来 得到这条直线 那接着我们要来判断 圆点的这个区域算不算 好 0 0带进来 0加0减4等于负4 负4有没有小于0 所以呢 圆点的这个部分 是有包含的 所以呢 我们用这个浅橘色 来把它做一个表示 好 这三个色块重叠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共同区域 所以就是我们斜线 所标出来的这一块 就是我们的解答了 好 这一块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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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